孟格如有去拍 有跟他遇到嗎? 有短暫遇到 嗯 對 狀態好啊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時間 我們頂多就是 在舒嬅街 然後我可能拍完就換他要上戲 所以能聊的時間不多 你有關心他的身心間的狀況嗎? 我覺得這個好像太主動的關心 有一點太刻意了 嗯嗯嗯嗯 但我就是跟我們都會聊 聊像他之前有一個 他只有一個品牌 他就拿了一個卸妝膏給我 嗯 就是他說他真的覺得很好用 推薦給我找 嗯嗯 就是聊一些在這方面的 嗯 就看他狀態很好啊 嗯 你自己看到他的那些新聞 嗯 是覺得很替他難受 我覺得很難過啊 因為 我雖然跟他沒有什麼私交 但是 他是一個好女孩啦 我覺得 嗯嗯 就是聊天的過程什麼的 就會覺得喔 真的是一個好女孩 那遇到這樣的事情 想必他也很難受 就是這個 這個你要怎麼主動關心 這個也 畢竟這個算是家務室 嗯嗯 就只能默默的 在旁邊支持這樣 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你覺得不舒服 可能就是肢體上面的碰觸啦 喔 你就橫店那一次是不是 對啊 但其實因為那時候年紀還小 你當下還是愣在那 嗯嗯嗯 你不知道怎麼 不知道做什麼反應 他是摸你哪裡 勾肩搭背之類的 就是那種 你真的會覺得這麼多人 然後他還這樣子 是不是我想太多了 還是什麼 就那個時候年紀還小 你怎麼救他 就把他帶去上廁所啊 哇你好機靈喔 我是帶別人的 然後我看到他 我就把他帶去上廁所 然後回來之後就換位置做 還在圈內 圈內 還在圈內 應該不在了吧 那個人 對那個人不在了 已經不在演藝圈了 對對對 圈內了 喔好啊圈內了 但這段 這算是對你來講 印象蠻深刻 一個不舒服的經驗 嗯 幾歲啊 還記得嗎 二十 比如說十九二十 好 所以女孩子真的就是要 好好的 特別的愛護自己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也覺得 如果我沒有安姐的話 我 我可能會想很多 然後我想說 會不會是我的問題 會不會是我多想 會不會是我誤會 然後可能就讓這個事情 就這樣 那搞不好 如果對方又變本加厲的話 是不是又更嚴重 會不會是 我自己要來的 學會 我會不會有 心的